为落实职业教育和生涯发展的教育目标 由华人国中老师带领校内舞蹈班 及东华大学师陪生前进花莲县议会 来进行现场实务参访体验课程 透过花莲县议会和县政总执行现场 了解地方自治机关的运作情形 也和五党籍的县员杨华美对谈 初体验很少有了机会可以接触到议会大厅 跟想象中不一样 议员们的质询关心着市井小民忽略的地方 替人民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 落实职业教育与生涯发展教育目标 由华人国中老师带领校内舞蹈班等学生和东华大学师陪生 17日上午前进花莲县议会 进行现场实务参访体验课程 一睹电视上才看得到的议会质询现场 之前都是在新闻上面看 没有来就是这边真正看过 就是第一次来 就是跟选项真的不太一样 就是像他们有些就是就是会就是他们会很关心就是我们 我们整个就是花莲花莲的事情都很关心 就是可能我们没注意到的他们就是都会就是他们都会在这种时候提出来 然后或是就是替我们解决 一方面来自我们上课需求是公民类科需要的参访 然后我们就是老师推荐我们说议会是一个蛮好参访的地方 才有这个渠道所以就让我们过来那一方面我们想看就是老师平常在带 学生去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就是对我们以后 就是适配当老师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那因为我们现在十二年国教奖就是素养的课程喔 那我觉得说与其我们在教室里面跟学生讲这些地方资质机关 那我觉得不如就是带学生来做一些实地的一些参访的部分 那因为现在正好做到县政总资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于是我们今天就跟其他老师做一个协同的课程 然后就把学生带过来 那另外我们也带了东华大学未来的老师 我们东华大学私培的学生 社会科教材教法的学生也到现场来 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未来他们在教学上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参访的课程放在我们的教学活动当中 因应十二年国教奖求素养的养成 与其坐在课堂内讲授 不如实际参访 也给予师陪生未来在教学的参访课程做参考 会后并和五党及先议员杨花美对谈 解说意识运作与会晤 未嫌少踏入议会大厅的同学们 提前接触地方自治机关运作情形 初步了解政治雏形 并培养对未来地方民生议题的敏感度 接着长方艳华联系报导